礼带陶江语出岳府诗集 鸡鸣篇 陶生路井上 礼树生陶旁 宠来涅陶根 礼树带陶江 树木深相待 兄弟还相望 本一是指兄弟要像陶礼共患难一样相互帮助 相互有爱 此计用在军事上 旨在敌我双方是军力敌 或者敌友我猎的情况下 用小的代价 换取大的胜利的谋略 很像大家在向其比赛中的舍彻宝帅的战术 战国后期 越国北部经常受到匈奴缠拦国吉东湖 临湖等不骚扰 边境不宁 招王派大将李牧镇守北部门户燕门 李牧上任后 日日杀牛宰羊 犒赏将士只许兼帝自首 不许与地交锋 匈奴漠不消底细 也不敢贸然进犯 李牧加紧训练部队 养精蓄锐 几年后 兵强马壮士气高昂 公元前250年 李牧准备出击匈奴 他派少数士兵保护边寨百姓出去放牧 匈奴人健壮 派出小谷骑兵前去截掠 李牧的士兵与嫡妻交手 假装败退 丢下一些人和牲畜 匈奴人占得便宜 得胜而归 匈奴缠于心想 李牧从来不敢出城征战 果然是一个不堪一击的胆小之徒 于是亲率大军直逼燕门 李牧一料到交兵之计已经奏效 于是严阵以待 兵分三路 给匈奴缠于准备了一个大口袋 匈奴军轻敌冒进 被李牧分割几处 逐个围歼 缠于兵败 落荒而逃 缠拦过灭亡 李牧用小小的损失 换得了全局的胜利